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大家回到情报现场 刚刚我们从以上的讨论中 大家大概已经摸到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就是说政府应该有更前瞻性的眼光 不只是出钱出力 而且有这样的观念来整合 让知识会能有更多资源 来为整个产业来发展 那么刚刚已经王老师告诉我们说 其实在台湾的动画的 可以说代工产业是非常的蓬勃 我们帮国外很多的动画的大的公司在做代工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像游戏产业 那这是全世界的 韩国 日本 台湾 这游戏的产业是非常的蓬勃 你要不要来谈一下说游戏其实也是一个发展的机会 游戏其实它在国内产业来看 它成长得比动画还要迅速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市上柜的公司都是游戏公司 那目前国内也还没有上市上柜的动画公司 但是游戏是这近十年真的是非常的快 那加上线上游戏的关系 所以它其实它在市场的开拓跟竞争力上 其实是比动画来发展的来得更成熟 是不是它门槛比较低 它应该是说透过不同的平台去展现 我们所谓的这个内容 所谓内容 那它更能够去更直接的去接触到消费者 那因为动画它必须透过频道的播放 那透过很多的不同的频道去 所以说它相较之下频道跟网络一比较之下 可能网络的它的那个机会相对就多很多 对 那我要请教一下知识会的林组长 就是你们辅导就业的大部分游戏产业比较多 还是动画 两个都很多 那游戏要入门的话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学校的科系 开始有一些专门游戏所名称出现的游戏这样子的名词 因为在宅经济之前 其实大部分游戏产业的人才是来自城市 城市背景的人才 那它要入门其实还差那么一点点 那所以我们加强的就是说 你会城市 但是你必须要有游戏引擎的概念 那这个是学校比较缺乏的 那我们现在也在推一个游戏引擎的联盟 结合了各大的游戏公司 那另外另一部分是游戏美术的部分 游戏美术的人才 它可能需要一些3D跟动画蛮像的 它需要一些3D的观念 3D的绘图能力 但是它就又配合这个游戏引擎 它有另外的一些所谓PA 就是美术技术人员的训练 那这个是目前学校方面比较缺乏的 那我们这边因为失职 所以从业界来 那它可以把这个观念带进来 然后跨过这个门槛 那比较容易能够进入业界来运用使用 所以刚刚林组长跟我们提到了几个 要进入游戏产业 包括它要有游戏引擎的能力 那还有要有美术的部分 那么还有TA的部分 那我请教一下林老师 就是说你们像最近有没有 有多少系所是用游戏为名的 现在是不是有这样的系所 那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 对 几乎类似相关的系所 都慢慢有知道这个市场的需要 所以不管在课程或是用组别 甚至慢慢可能就独立成一个学程也好 或是一个独立的课系 那因为我自己也是教育部的评鉴委员 我也受委托就是说到全国 相关科系去做评鉴的时候 其实也发现就的确认为说 这个东西学生都会很喜欢 可是我们也发现就是说 就是说以学界的人才 我们期待就是说有一些 就是说从业界多一点经验 能够给他们 否则我会真的觉得说 这个系的开设 但是其实你会看到他们的试资 其实是不足的 就是说第一个没有学务经验 第二个他们也的确一直很需求 但是我想也许是很忙 然后加上有的是比较偏远的学校 根本可能就是说一个礼拜 几次的只是经验课的概念 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我也觉得说 为什么不能像韩国 你说像我知道游戏举止就进天堂 这些非常popular的game 他们当然是赚非常多的钱 就是说只要有人去玩 他们就可以收钱 那这个透过像文老师讲的 庞大的全世界平台这种 那我自己的小朋友小时候在玩的时候 我就说 你可以玩玩台湾设计 因为他喜欢玩韩国 然后再来就是说 勉强玩一些美国 可是他说他不喜欢玩台湾 他说妈妈很没有挑战性 很无趣之类 可是那个当然也是几年前的 所以又回到就是说 如果其实技术当然就是说 门槛是很高 甚至我知道买的引擎都相当相当的贵 可是现在问题就是说 到最后孩子们要不要玩 其实有孩子玩你才能够收入嘛 对对对 问题是我们的游戏的设计 我觉得里面的创意里面的策略 那到底我们学到的经验是什么 因为游戏举止代理韩国之后 我知道他们也朝向自己要 独立发展自己的game 所以这种种就是说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起来 其实学界不但就是说 人才不足之外 就算训练出来的投入之后 照样市场没有办法发展成一个 很大的气候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都是相互牵扯的 好 问一下王老师 就刚刚提到那个游戏的这个产业 就是说跟 有点像我们观众 喜欢看西洋片 不喜欢看国片 所以终于有这海角7号 有孟甲出来以后 我们当然发现说 大家开始要看国片 所以问一下王老师 你觉得像游戏这个产业 让国内的就是设计制造的游戏 能够越来越热门的机会大不大 有没有这个机会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林老师提到说 不喜欢 说孩子们不喜欢玩这个本国的游戏 其实事实上我做一个家长 我还蛮担心小孩沉迷游戏的 这有没有玩 其实我可以拿我自己的经验来分享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创作人 那我也是从技术 然后从执行 然后一直到最后变成一个导演 那其实我知道在台湾这个从事设计动画 游戏设计的人 心里面都有一个声音 都是想要做原创 对 都想要做自己的东西 那这个原创呢 其实它不外乎就是一个说故事的经验 那其实呢 这个说故事 可能我们在看皮克斯 或者是像有一些比较知名的 像这种游戏的设计或是动画呢 他们可能说故事很成熟 说故事的方式 或是他们建构那个世界非常的成熟 所以会让 很容易让玩家沉迷在里面嘛 那我觉得说我们其实一而再再而三 这样不断的在反复的在练习说故事 那在累积那个说故事的经验 那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说你会看到慢慢的 像如果像海角七号或是梦甲这样的例子 其实它是一个很贴近我们的生活经验的一个故事 那是可以感动的 可以让我们真的是走进那个世界里面去的 那所以说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一直在寻找 然后一直在练习 反复不断练习说故事这件事情 太好了 所以刚刚王老师跟我们讲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游戏产业还要练习 说故事的能力还要再加强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也是提醒我们大家 就是说它是一个过程 未来会达到的 一步一步往前走 也不是一处可击 那不知道组长是不是有同感 是 刚刚介绍了游戏城市 以及游戏美术 这个基础的能力具备了之后 剩下的其实大家比的就是游戏企划的能力 那套具我们邀请NAMCO的资深讲师来台湾 他讲了一句话说 你要有一个企划的能力的话 首先你要想办法让你旁边的人快乐 你旁边的人能快乐 你才能够设计一个好玩的游戏 那是一个创意的培养 那创意的这个培养呢 其实需要长期的投资 所以也需要政府来长期的投入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那它可能不是五年七年 那另外一个隐忧是 我们当然要放眼国际的市场 那国际的市场 大陆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那我们现在国内的公司 数位内容产业的公司 已经有进去大陆的经验是 明明我在台湾 很受欢迎的游戏 到大陆就是不好玩 就是说我跟你讲的笑话很好笑 我去那边讲 不好笑 没有人听得懂 所以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要去放远这个视野的话 我们必须赶快进入这个大陆的 然后去了解它的文化 然后去深耕培养 然后才能够跟人家比企划比创意 所以刚刚您组长讲出另外一个 让我们非常非常震撼的挑战 还不只是在国内要练习说故事 我们还要说给对岸的听 至少同一个这个文化如果不能够跨越过去的话 全世界就很难接受 所以看起来这个行业 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探讨的 我们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再回来